現在跟大家再看啟示錄 我自己在網上也有聽不同的人說啟示錄 但很可惜發現頗多 它不是適經的 我只是鼓勵人們去看聖經 即是用聖經找答案,而不是根據傳統 例如我聽到一個出名的牧師 他一說七年大災難 而在《彈耶利書》第九章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最初那三年 與很多人立約和廢調憲制的是基督 因為上文說單數只有基督 大家可以再看看影片 很多人都會說七年大災難 好像必然一樣 我鼓勵大家用聖經去解釋聖經 這是最安全的 在七日第二、三日 提到燒著的大山和大星落上海裡 有三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是尋石 第二個可能性是核子彈 第三個可能性是神製造的懲罰 我不知道 用經文我們找不到答案是哪一樣 首先我們看到啟示錄 這麼多的災難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害怕 慘了 神怎麼會用到這樣的災難呢 所以我之前也說過 大災難其實在神的手中 羅馬書十三章一節 沒有權兵而不是出於神的 以及有賜給獸 有雪垮大洩獨華的口 有權兵設給他 可以任意而行 四十二個月 你看到聖經說的 迪基督那些全部的時間 都是四十二個月的 那兩個見證人也是一千二百六十日 也是三年半的時間 還有啟示六十三章七節 說到任憑他與聖徒爭戰 這些都是神賜給他的權兵 聖經說到什麼權兵都出於神 所以基督的權兵 以及列國的權兵 都是神給他的 然後啟示六十七章十七節 可以說是最清楚的經文 他說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神的旨意 將自己的國給那壽 直等到神的話應驗 所以諸王遵從神的旨意 將他的國給壽 來與基督打仗 所以這也是看得到神掌管 神掌管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害怕 因為神會照顧他的兒女 很多人只是看到 很恐怖 沒有想到神可以有超自然的方法去保守我們 不過一定會受到很多影響 一定會受到很多困難 但是那時候基督徒只能夠依靠神 不可以依靠錢 不可以依靠屋 不可以依靠人 只能夠依靠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心依靠神 靠著耶穌能夠聖國 好了 我們之前也說了六印 六印已經說到末日 其實聖經在啟示錄是多次說到末日的 這裏第六印 因為我講述時間給大家知道 第六印有什麼發生呢 啟示錄六章十二節到十四節之後 說到天被來移 好像書卷被捲起來 即是天都來移 天都走了 山領海盜都離開本位 天都走了 然後呢 世上所有的人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那裏 向山和岩石 倒在我們身上 將我們藏起來 躲避坐、寶序者的面目 與羔羊羽群的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尚能站得住 就说到这个大日是单数的 就是天父和羔羊的愤怒 在那时临到这一日临到 这一日临到,就一定是耶稣回来 因为他们在《马太福音》24章说到 耶稣回来的人才很害怕 在哀哭 所以这个经文仍然是《马太》24章说到耶稣回来 所以第六日已经说到耶稣回来 《启示录》第六章已经说到耶稣回来 然后再说到有很多人在天上 待会我们会看的 很多人在天上 所以有些人说,一早被提 其实这个可以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 其实你看《启示录》 你发觉很多东西是重复的 什么是重复呢? 《启示录》第十六、十七、十九章 都说到跟羔羊打仗 那怎么会打这么多次呢? 又说到羔羊有个廉刀涌下来 后来又在天上降临 其实他降临多少次呢? 所以看得到 其实《启示录》是重复用不同角度 好像是什么呢? 羔羊上到天上 看到这个异象 又看到这个异象 又看到这个异象 不是一定是纯次序的 其实我们看到 第七人一开 七人是没有东西的 一开就是七号出的 然后七号到第六号 然后就有七雷 然后才到七号 如果大家 我再说一次 第七人就是七号 一开就是 即是第七人没有一个实质 就是七号 然后第六号 第六号 就是接着有七雷 七雷之后 就有第七号出现 唯独七碗是分开的 但是圣经是说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先被提 稍后才会说这个经文 我们看看内容 这里是六至九章 我们这次说 第六章就是一至六人 第六印已经是神焚怒的大日 所以是末日了 第七章就说到 印以色列十二支派 十四万四千的人 然后第七章九至十七 就说到无数人 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在那里占上赞美神 他们从大灾难那里出来 稍后我们再看原文的字 然后八章就说到七印 接着就是开七号 但是七号 就有时间没到 我们下次再看七号 然后就有香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升到神面前 就有雷轰闪电地震 预备吹七号 然后就有吹 第八章就说到吹一至四号 然后第九章就吹五至六号 这就是大约的大纲 好了 在启示录第七章开始就说到 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天上、地上的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树上 说这件事听到也挺恐怖的 没有风 你出街没有风 家里没有风 然后我会给大家看看 这个没有风的意思 然后第二节就说到 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向那有权并能够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哭哭哭了 这四位天使就是七号 那四个天使 就是他会伤害地和海的 他说地与海和树木 你们不可以伤害 让我们印了神 众仆人的额 在这里 在我下面的文字里写 就是说在七号之前 世上是没有风的 又没有气流 即是没有风 就是没有气流 直到的热空气和北极的冷空气 不会对流 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那些气流是不断转流的 而且因为天气的转变 就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阿尔尼洛 阿尔尼洛现象 就是因为气流倒转了 如果没有了 真的很难想象 那个天气会变成什么样 即是风不吹 然后就印了神的仆人 然后才会有七号出现 这就是那些气流 那如果全部都停下了 那会怎样呢 我将圣经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那时候 求神给我们一些粮风 我们亲近的神可以清粮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 印了十四万四千的 以色列各司派 十二支派的人 没有风 然后印了神众仆人的额 这里是说神众仆人 然后又说十二支派 也就是说到底是以色列人 还是以色列侍奉神的人 其实圣经有些经文 我只是将经文说出来 因为圣经没有解释 我们就停留在没有解释 就是说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众仆人 到底是他里面的基督徒 还是神的众仆人 甚至我说 现在信耶稣的犹太人 已经超越十四万四千 所以很大可能 这不是说到信耶稣的总数 我希望大家看一看 到底以色列人得救人 因为有一个经文 大家相信一定会听过 罗马书11章25节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经文 他们的解释就是这样 外邦人的数目信耶稣 他们的解经是被提 这是违反圣经的 因为其实被提并不是当时 信耶稣 这样他们解释 以色列人之后就得救了 全家得救 但原文是于是 于是不是之后 这样就是了 so 你听清楚 比如说 外邦人信耶稣 之后 犹太人全家得救 就是之后 他们说 在大灾难 以色列人全都信耶稣 但原文不是之后 而是so 我把它翻译成英文 就是说 这样 这样 即是外邦人全都得救 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 圣经说到以色列是否只是以色列人呢 加拉大书3章28节 外邦信徒是以阿巴拉恩的后裔 我们是阿巴拉恩的后裔 以色列全家得救 是可以指所有基督徒 包括外邦和以色列的信徒 144,000 可以是一个代表数字 未必是全部以色列人 也可以是144,000以色列人中的仆人 但问题是为何只印他们呢 为何那些信徒也不印呢 所以这个很大可能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 这些我们要到时揭曉 那为什么我总是停在这位置呢 我识经的原则是什么呢 圣经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识经没有说我就不说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因为太多人 在圣经没有说 那他就说了 他将圣经说到 外邦人数目添了 之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 他们将它转了之后 就没有用原文去解释 这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入圣经里 我们非常小心的 然后接着是第七章九节 就说了有很多人 没有人能够数过 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站在宝座和羔面前 新穿白衣手拿 中树枝大声陷着说 愿荣救恩归于座 宝座上的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很明显说到 神、天父和羔羊 众天使都站着 在宝座和众长老 和四户民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伏于地 敬拜神说 阿门重赞荣耀 智慧、感谢、尊贵、权并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远远 这经文说到 各族各方各民的人 很多人站在天上赞美神 于是当时就跟着 我的天使就问 宝康是谁 这人是谁 宝康就说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他就回答他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 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 从大患 原文是什么呢 act out of 即是在那里出来 不是中间 有些人以为 他支持灾难中被提 就是灾难中 因为中文翻译 从大患难中间 中间 但原文是 从大患难那里出来 out of 大患难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经历过大患难 就是他们有经历过的 后面的经文 你也看到 是显示他们经历过大患难 大灾难的 就是从那里出来 比如说 你在香港出来 即是你在香港 你在香港出来 就去过香港 你在JPA出来 即是你去过JPA 在大患难出来 他只是从那里出来 没有在中间的 没有中间的字 所以我们看圣经 大家说 我不懂希腊文 那怎么办呢 我感谢神 在网上有 Interlinear Bible Interlinear 传法是什么 I-N-T-E-R L-I-N-E-A-R 那么 它是什么呢 就是有希腊文 有英文 还有一个原文编号 Strong's number 四个数字 你一刷就会去到 那个字的解释 如果你懂英文 如果你不懂英文 网上就有中英的字典 所以 如果你去到那个字 你不能够 全本圣经 这样来查法 但到了一些重点字 这个Out of 在原文里看一看 你能看一看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样 你便 这样来解释圣经 他说这些人 曾经用羔羊的血 将衣裳洗白 静 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 就又在他殿宗侍奉 座宝座的用帐墓 浮备他们 后面说的经文 似乎形容他们 他们受过很多苦难 为什么呢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即是说他们曾经很饥渴 日头炎热 也不会伤害他们 即是他们受过很大的热 因为寶座中的羔羊 会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全员 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即是说到这些人 从大灾难那里出来 他们现在不用哭了 他们又不会热 又不会颈渴 暗示他们是经历过大灾难的 而在上文 说到第六印的时候 是说到 神和羔羊的 愤怒的大日 所以 你不能说这就是灾前避体 其实是已经说了 耶稣回来的了 所以启示录明白 一定要明白到 它是重复多次的 是七次讲到末日的 好的 好 如果大家听的时候 有点太深了 你可以再听 现在即时在YouTube 在Facebook业牧 牧师的牧 那里可以提醒 在这里我简单的五点 证明基督徒在大灾难之后 被提 我之前也说过 现在很简单 如果你想看 网上找五点证明 灾难之后被提 所以 废弃的基督徒在大灾难之后 大灾难之后 大灾难之后是活跃的 第二 在前书四章 说到被提的经文 与临前十五章 五十二到五十四章 说到基督徒復活 又改变形象 成为不死不恼坏 保罗只能够復活一次 他不会復活了 待会死后再会復活 他只能够復活一次 两个经文都说到他復活 所以两个经文同时应验 他只能够復活一次 临前说到他復活 并改变形象 不 没有说改变形象 就被提 临前说到改变形象 临前说到復活和改变形象 两个经文都说到保罗復活 他说我们的 这些经文也有我们 临后的经文也有说我们 这两个经文也有说我们 所以保罗是有份的 他只能够復活一次 所以临前说到什么时候 是荷童末次吹响 以及死被得胜吞灭 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死亡是什么时候呢 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一样 基督徒会被散 所以第二点证明 是灾后被提 第三点 就是说到荷童末次吹响 荷童末次吹响 即是说用一个简单的 比喻 你就会明白了 最后一班船 之后还有没有船 没有船 最后一班车去来湖 过了就没有了 最后的荷童 即是以后没有荷童 马太二十四章 耶稣说到他降临 万族哀响 他降临 然后天使用荷童的声音 招聚所有的圣徒 招聚所有的人 这些荷童就是大灾难之后 而在临前十五章里 也说到是 护童末次吹响 保罗应该熟悉 耶稣所说的护童 而且神启示 没有理由说 耶稣说的一种护童 保罗那些是第二种护童 非常混乱 圣经应该说清楚 怎会有那种 那种叫巴巴的护童 哒哒的护童 不可能 当然是同一种护童 所以 临前十五章的护童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的护童 即是马太二十四章不会迟过 而马太二十四章 之前已经有大灾难 所以这个大灾难之后 因为这里太浓缩了 我几分钟讲完 你回去看 五点证明 最后被提 我将它越来越浓缩了 这次是最浓缩的 几分钟讲完 第四点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的护童 马太二十四章的护童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就是南班奴 把他带到旁边 天使跟约瑟说 你把耶稣的小孩子带到你旁边 婴孩 带到你旁边 带他去埃及 就是用这个字 把他带到旁边 所以这个 两个人带一个去旁边 所以这个就是被提 而且当时的经文是用了一个字 在这里我没有写出来 那时 我再说一遍 耶稣说到他降临 然后 耶稣降临的日子 好像是罗亚的日子 好像是罗亚的日子 那时人们不知道 洪水来到 一来到 便全部杀死了 他说那时 两个人在推磨 取一个撇一个 他用那时的 你看看 这些是重点字 原文也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 在田里 那时就有两个取一个 就是那时候 就是 耶稣回来的时候 又好像罗亚那时 那些洪水来到 那时候 就两个取一个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两个取一个 第五 就是说到 马太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 就说到耶稣回来 耶稣回来 接着说到 善仆仆仆一起见到耶稣 那些忠心仆仆 懒仆仆一起见到耶稣 他就将人像绵羊山羊聚集 绵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所以一起聚集 绵羊并没有预先被提 所以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大灾难之后 延后那时候 我们才被提 我们跟圣经其实很清楚 这些是清楚经文 很重要的 很多人支持灾前被提 不是用清楚经文的 全部都是暗示的 即是在普天人受试炼的时候 神保守你们免去这个灾难 那怎样保守 他没有说是被提的 不可以用这些经文来证明 所以希望大家用一个 《圣经》的方法 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信息 这是最重要的信念 不是宗派信开什么 这些是圣经说的信念 好 然后第八章 就说到第七印 一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直静若有疑刻 忽然间静了 好像一件事很严肃要发生的 突然间静下来 然后在神面前七位天使 有七支号赐给他们 在这里我将七号和七碗对比 大家可以对比 七号 首先是冰坡 那些不是冰坡 那些不是冰坡 那些是有火的 是坡子和火 烧了地的三分之一 烧地 不只是烧树 地下烧了 还有树和草 全部都烧了 第二就是有烧着火的大山 海的三分之一变为血 海的回物死了三分之一 然后第三号就是 有火烧着的大星 落在三分之一的河 还有因尘毒死了很多人 这些水 这些是落在水里的 然后第四就是日月升 三分之一是黑了 而对比七碗是很类似的 不过更加严重 七碗就是恶瘡 第一碗就是恶毒的瘡 生在有兽孕的人身上 然后海全部变为血了 海中的活物全部死了 第三碗就是 江河全部的泉源都变为血 因为他们曾经饮圣徒血 他们现在要喝血 所以所有的水都变为血了 第四就是日头用火烤人 我们看到七号的第二第三 和七碗第二第三是类似的 一个是三分之一的海变为血 第二碗就是全部的海变为血 第三号就是淡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毒 而第三碗就是全部的水变成血 然后接着第五六七 五六七号 七号 说到五六七的时候 是有说到地上的人有和尿 是说到非常严重的 开墓底坑 有蝗虫叫那些无神 没有受到神印记的人 受痛苦五个月 求死不得 这里很特别 灾难是专与没有神印记的人 没有信耶稣的人 然后接着第六 就是白拉大河 四个使者释放杀人的三分之一 白拉大河就是在中东 在伊朗的地方 那个地区 然后第七就是 再无时日 这个七号 已经说到没有时间了 世上的国 成了神的国 审判死人 上次败坏 不信的人 这个很明显是审判所有人 所以有些人说到后来才审判 其实在七号已经是审判 所以那些时间是怎样的呢 我们真的不太明白 这里说到那些信的人审判 不信的人又审判 那为什么后来 在启示录二十章又有座又审判呢 其实到底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呢 我们真的就会说 我只能说 我将圣经说出来 我不知道他的答案 根据第七号 所有人已经全部受审判 但是在启示录二十章 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有一千年 一千年过后 撒大又释放出来 然后他又攻击神的子民 然后神又惩罚他 然后就有白色大宝座 很多人就认为耶稣回来一次 有一千年的千禧年 然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但是这里就说 耶稣回来的时候 全部人都审判了 那已经审判了 怎会还有人在千禧年呢 所以我对千禧年 我有一个开放态度 根据耶稣所说的 譬如耶稣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耶稣说到他回来 就是全部人审判了 信主的人 就进入为你预备的国 不信主的人 进入为魔鬼和使者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 已经是马上回来 就是审判的 所以你看到耶稣说的内容 也没有说灾前被提 也没有说到千禧年 只是一千年 所以这是什么呢 在我来说 我到二十章的时候 我会解释清楚 我会把所有经文都列出来 不过就是说 我们对于启示录和人的末世 有很多我们未肯定的地方 可能要到那时候 不过我就告诉大家 不要紧的 耶稣也回来 我们又改变形象 永远和主在一起 其实很特别 改变形象 不死 永远和主在一起 那怎么魔鬼还可以攻击我们 我们已经不会死了 就是刀枪不入 那为什么还可以攻击呢 这些是令我们不能够解释的东西 但我只能说 不要紧 那时候刀枪不入 魔鬼 就算你用什么火箭炮弹射我们又不能死 又没有受伤 那我又不害怕 我有什么很害怕 所以有千多年也好 没有千多年也好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灾前避体 一灾后避体就很重要 这件事是需要预备 所以我是很想帮助更多基督徒 这个经文很清楚 我们需要预备 面对大灾难 依靠耶稣不能够依靠钱 不能够依靠人 只能依靠耶稣 能够得到永生 和神在那时候供应我们的食物 这个是第七号 然后七碗 第五碗 就说到受的国 黑暗的人因为痛而咬舌头 其实我们发现很特别 即是说第七碗 不信耶稣的人也是很惨的 受惩罚的 然后第六 就是白拉大河干了 日出之地的纵黄 日出之地是哪里呢 就是东方出来了 很多的黄 出来了 去攻击 和神的子民攻击 攻击他们 有三个污蔚的灵去到纵黄 在神全能的大日争战 在这里看到七碗已经有打仗了 所以圣经说了几次打仗 怎么打完又死了又再生 为什么会打这么多次呢 全部都是纵黄 而且这是大规模的邪灵上身 这些黄全部上身 那些污蔚的灵去到纵黄 就是他们上身 他们上身的士兵应该全部都上身 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邪灵上身的现象 在神全能者的大日 那就是神说 丹素 丹素 就是那天打仗 当然他一直在操作 丹素那天打仗 耶稣那天回来 然后成了就是列国的成岛 山都逃避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七号和七碗的对比 然后我们现在去 首先我说一说 这个号是可听见的声音 这是圣经之词 不是想的 不是想出来的 前书四章十六节 讲到几宗声音 主必亲自从天降任 有呼叫的声音 那个颜文的字 我写出来 2752 呼叫的声音 就是声音 天使掌的声音 他只能用 phone的字 是声音的意思 又有神的吵号吹响 就是呼叫的声音 这是声音 有天使掌的声音 也是声音 又有神的吵号吹响 神的吵吹响 是没有声音的 不会的 那两样都有声音 就是神的号都有声音 而这个号和马太二十四章 耶稣说到的号和聚集他们 又是同一个 selpix 原文的字 然后 就和 启示录的七个号 那个字 是一样的字 全部都是一样的字 没有理由 是有几种号 一定是一种号 因为如果是有几种号 圣经应该先解释 否则是很混乱 好了 所以第一 就是支持他 是同一种 是一样有声音 真的听到声音 也就是说 第一号 真的听到 是全世界各个都听到 没理由说 近那些国家都听到 远的都听不到 是一个由天发出的声音 所以七号 是人人都知道的 很响的一个声音 是人都听到的 一响 接着就发生不同的事 接着第二响 又发生不同的事 很明显的 这些很清楚的 因为第一响 你记得 就是烧了地的三分之 然后那些树 又烧了 草又烧了 很明显 这是第一响的开始 第一 天使吹号的时候 有瓦子和火参着血 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清草都被烧了 跟这些以下有些相连 第一 就是第三人 就是那些食物很贵 这里就更加严重 更加贵 为什么呢 今天你都买不到 因为地已经烧了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根本耕种 会很有问题 有些人就说 你耕定种 找个地方耕种 或者神会保守 或者我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到那时候 都没有什么用 就是地的三分之一 和水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 神的特别保护 有些人是储粮 就算整间房子都储了粮 可能你最多吃一个月 两个月 最多一年 你不要稀少 水就更加不行 整间房子都是水 你都不能喝多久 所以整间房子的水 那间房子会倒下来 水会倒下来 所以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有些人说 处定少少 那就没有什么防外 比如 你要逃走 逃走 我记得说这些 其实不是客户 只是给大家的心理准备 你住在大厦 又没有受孕 水电也可能没有 你又没有理由 撑上去 上高 就只有空壳 到底神那时候 叫我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等候神 神可能说 你要逃到哪里 这是神的带领 我不能带领你 就是说 我们预备好 但你不用害怕 为什么 是神掌管 你听神说爱神 神就负责你的生命 而第三碗更严重 就全部水变了血 那时候更加不可能降重 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涌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为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亦坏了三分之一 这个就说到 好像烧着的大山 而第三号 就火烧着的大山 那大山会不会是 寻石呢 即是石在太空飞 现在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在2029年有一块石 正在飞来 不过 有些人说不是 有不同的说法 是还是不是 到时结晓 不重要 如果那时候一撞就死了 也不重要 未死也不重要 总之在神的手中 好像以诗碟说 我若死就死吧 也不重要 或者不用死 我们为主作见证 总之我们看到一件事 在这个大灾难 倚靠神是最稳妥的 不倚靠神 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山似乎是 隐石多些 不过也可能是神的惩罚 总之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对比 第二碗 就是海全部变成血 海中的户物全都死了 所以那些不是普通的血 那些是致命的 是死的 会死的 然后呢 这里我说到了 第二号 就是这个山 第三号就是烧着的大星 这个烧着的大星 又会不会是飞战呢 那些飞战呢 或者是 或者不是 不知道是否 不要紧要 到时结晓了 那你也没得准备 怎么准备 核弹打来也没得准备 你挖个洞 你挖完洞 出来也会有问题 就是没有解决方法 核弹一打 是没有解决方法 因为也有个叫 Nuclear Winter 核子的冬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那些核子层 在天上遮掩地球 他全的地球都有了 太阳不下来 那地就会很冷 冷得人会死 所以 如果真是核子弹的时候 根本就无法避免 避免最好是不要打 不过现在的国家 就猛地积聚很多核子弹 这其实是一个危机 下面就讲到第三位天使吹号 八章十节 有烧着的大声 好像火把从天上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中水的泉源上 这个声叫做恩尘 所以是毒 中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这里我们刚刚读了 由第四碗 就是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神的三分之一 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晝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有事这样 这里讲到 就是黑了很多 也应该是没有那么热 不过后来又讲到很热 这个可能是这个情况 我们只是想象的 三分之一的星 没有了三分之一的太阳 太阳忽然间 暗了 忽然间暗了 你会发觉 地上少了很多光明 然后就在下面 这个是一二三四号 在五六七号之前 就有一个鹰 启示录八章十三节 一起读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的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和哉和哉和哉 到底这个 这个 即是说有其余的号 要发生了 启示录九章一节 就讲到 五位天使吹号 第五位天使第五号 就是应该一二三四号 就讲到 天地受影响了 这个第五号 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 那个字在语文是 fall 跌下来 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药士 刺激他 有些人就说 这个不是天使 是邪灵 在天上跌下来 不过我只是告诉你 经文是这样说的 邪灵下来 便打开这个无底坑 然后启示录十二章三节 也讲到大红龙 有七头十角 他便被摔在地上 所以这个是否与那个有关 我们只是等到时揭晓 总之到时 可能有邪灵 或者魔鬼 跌下来 他便打开了这个无底坑 我看到时间 我想下次再继续 第五、六、七号 我鼓励大家 即是说 我们知道这些灾难 我们基督徒也知道 那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有些人的反应就是 害怕 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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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挺身昂首 这是我们作见证的时候 而我很奇特 很奇妙地 有些在外国 不认识的人 忽然间找我 好像我上次也有分享到的 他找我 他就说我发了一些异梦 看到末世 我在网上 你看到末世的异象 那是否真的 末世快到呢 其实有不同的人 有一个在参加我们的聚会 叫做哈拿 他又祈祷 他又说很快很快的 真是很大可能 很快 大家记得七印 大家记得吗 第二印 第一印 就是有一个白马 上课 得胜又得胜 我就说这个很大可能 就是敌基督 第二印 就是地上奪去太平 忽然间 世上再没有太平存在 然后第四印 就是死了人的四分之一 我们知道这些 到时就不是害怕 现在站立得稳 靠耶稣得胜 其实我们有什么困难 现在你的家庭问题 健康问题 心情问题 这些是小问题 这些我们靠耶稣处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为耶稣作见证 你为耶稣作见证 你有这个勇敢的心 神就看重你了 你是我的精兵 是神殿的主子 你也在启舍里说到 得胜的是我神殿中的主子 你是这个神的家的主子 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我希望大家 你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什么用 我知识也不够 我圣灵充满也不够 我圣经知识也不够 我圣灵能力也不够 我胆量也不够 我情绪也不够 我什么都不够 那怎么办 神是要使用任何人的 任何一个 只要你愿意给神用 你愿意给神用 神就会使用你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胆量 刚强壮胆 我为主作见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 大灾伦给我们看的一样 你有多能力也没有用 一定是依靠神 所以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 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是依靠神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性 哈利路亚 亲爱天父 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叫我们不是一个惧怕的心 是一个平稳安静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 神是王 神是全能的神 是掌管一切 也是慈爱的神 怜悯的神 你一定会怜悯你的众儿女 也说到 神的弟兄 圣国魔鬼 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毒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 站立得稳 靠着耶稣 能够被训练 被训练 去侍奉神 懂得如何帮助人的灵命 去传扬福音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要注望 在世上的困难 因为这些困难 都要过去 神能够在困难中帮助我们 多谢天父 这一会儿我鼓励大家 你向神祷告 你问神 神啊 如果真的大灾难很快来到 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的职责是什么 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的恩赐是什么 你问神 在这一会儿 你问神 神啊你想我 在现在 不要等到大灾难 等到那时先 我先看看神叫我做什么 现在要准备好 那时候不能训练的 可能都没有聚会 因为那时候 要受受孕 也不能聚会 也不能在WhatsApp 传开 可能我都没有机会 传开给你 但是在这时候 你认识 你就预备好 你跟神说 神啊 你想我怎样 去预备好 你回来 预备好 为你作见证 求主加力给我们 求主加力给我们 我让大家安静 少少安静 去问神 神 听过天父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祝王 而你给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的恩赐 我们有些人的恩赐是勇敢 有些人的恩赐是全阳神的怀疑 有些人的恩赐是关怀人 有些人的恩赐是建立人的灵命 有些人的恩赐是宣教 无论我们的恩赐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 发挥我们的生命 神是欢喜的 我们愿意给神用 神是欢喜的 神就会保守我们 那些有心侍奉神的人 神就会保守我们 在大灾难当中 能够得力 靠着耶稣得力 求主跟我们一起 求主加力给我们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主的圣灵 燃烧我们的心 让我们为主大发热心 因为这是最后的阶段 我们为主作见证 求主施恩祝福联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我自己来说 我不知道大灾难的时候开始 不过我曾经说过 如果看天气 天气到底变化 你看到百年一遇的水灾 现在已经一年多遇 经常都说 百年一遇 其实天气到底会改变到什么程度 我们每年都会看着它改变 今年的雨 香港的雨都很厉害 台风一个跟着一个 不断下大雨 也有些地方 不像香港有那么多通水系统 水很积聚 究竟过了十年 这个世界顶年一顺 二十年 三十年 到底有多长 以及战争随时发生 何时发生 所以我鼓励大家 真的受训练 准备好 在这里受训练 也可以参加我们下午的训练 被神使用 主祝福你 我们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恋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每一个同在 除去我们的胆怯 除去我们的惧怕 逃避 叫我们靠耶稣得胜 靠耶稣得力 为主耶稣作美好见证 从今到永远 阿们 主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如果大家对启示录 我解释的 你说 有这样的疑问 放胆去问我 我来说 我没有一个 好像我的公司的答案 是圣经的答案 我全部都是用圣经 逐个字去找的 我真的回看很多次 看下去 看下去 去找答案 这就是我的原则 感谢观看 这就是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